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画面上大家都看到一个色彩纷纷的背景,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的嘉宾,我们的总量级嘉宾Queeney Queeney就是她在揮迹首席和大家,就是我们的project futurist的行政总裁,也是变身之后就变成转参合了 在正式开始我们今天的环节之前,有一个很ad hoc的议题,就是现在逆下香港的问题 大家从新闻部长都看到,其实医院医疗体系里面,其实这个战线是很恶劣的情况 另一个同样在抗疫战线里面,就是Queeney工作的互老院互养院的情况 所以在这次这个议题开始之前,我们也找到我们黄金石油基金的主席一位社创先驱 去和Queeney的主席的对谈,和大家谈谈一下,究竟他们眼中他们观察到现在香港的问题 究竟他们有什么看法,可以怎样出席,好,谢谢Rebecca交给你们了 大家早安,Queeney早安 早安,其实真是,第五波疫情来势洶洶,大家每一天看到的都是很多负面的新闻 很多时候我们看新闻就看到,哇,香港医院不行,公营医院水深火热,就快崩溃了 而确诊的病人只是能够躺在地上,甚至乎那些老人家 我最记得,上两个星期只剩下10至8度的时候,很多病人就躺在医院外面的担架床上高 甚至乎我们看到,停尸间就是去世的人,也都处理不及了 停尸间也都有很多遗体,也都火化不及了 所以一连串的问题,给我们看到,其实在灾难面前,每一个人都有责任的 但是当我们想到任何的解决方案之前,我们都应该理解了问题先 有时候我们看到表面的,是不是真的实质上是这样呢? 所以我们都真的要去理解,去听多些,收集多些资料 甚至乎听听业界的人,他们有什么困难呢? 还有就是,到底每一个stakeholder,我们的持份者 他们有希望得到什么呢? 在资源上的分布,到底是不是又是平均呢? 所以很多这些问题,其实我们今天都想和大家一一解答一下 除了医院的崩溃之外,我们看到公私营的安劳院 其实也是面临着一个差不多崩溃的状况 大家可能在电视、新闻上都听到很多的 到底他们面对着什么问题呢? 还有好像似乎,突然在疫情下出现了很多很多问题 到底这些是什么呢? 我们很开心,今天趁Qinney在这儿,因为Qinney是业界的前线 我就想趁这个机会,我自己都很想知道 所以想问Qinney,其实能不能和我们分享一些小为人知的痛点 到底安劳院社他们真实的情况是怎么样呢? 首先,因为我们自己,我除了是有营运社企,The Project Future 之外 我们自己也有营运社的安劳院社 其实我们整个业界都面临着一个情况 就是前线的护理人员工作是真的非常忙碌 是真的24小时没有停过的 因为其实自从第五波疫情爆发 其实本身安劳院社已经做足了很多防御设施 其实在说两年前,COVID 开始之前 其实大家都已经很谈慎了 对于丸社里面的感染的,我们叫做感染控制 甚至是我们也有一定的处备,希望对抗疫情 但其实差不多两年的时间,加上这个第五波 其实真的很草手不及 这个疫情是来得很快 传染性很高 对于很多体弱的老人家 其实那个影响真的很大 大家都可能在新闻看到,在今次疫情 香港的死亡率都很高 加上大部分死亡的案例都跟长辈有关 其实这是一个真的很令人痛心的事 我们整个业界,无论是私人院社或NGO院社 其实大家都是出尽全力希望保护这班老人家 但是真的有些事情是控制不了 就是疫情感染性很高 如果说回一些现在院社前线的情况 其实很多前线同事是日以继续工作 还有很多前线同事因为照顾染疫的老人家 自己都受到感染 本身的业界已经是长期人手不足 整个业界经常是20%下班的 所以这次疫情对于业界的影响也很大 很多院社自己是籌备一些物资 令到防护措施更加好 这段时间社会不同的机构 包括Golden Age Foundation 包括很多慈善团体 以及政府现在开始都为业界提供很多支援 无论物资上高 或者可能是为前线的护理人员提供一些补贴 希望鼓励和多谢他们在前线这么辛苦 日以继续工作 我觉得在整件事里面 我们最想做的是保护我们的一班老人家 始终安劳院社本身的使命是一个我们长期照顾的地方 所以我们也希望尽我们一切能力去保护他们 很多谢你们的努力 其实安劳服务是一个很人性化的服务 还有我们也看到香港本身的安劳院社的体制 其实一直都存在大大小小的问题 资源分布不均 人手不足 在疫情之下 他们也都没有这个设备 或者是这个人手 去面对一个这么严重的疫症 因为安劳院社真的是 是被长者安在晚年 它不是一个医疗机构 所以在这一方面我们也要重新再检讨一下 也就是因为我们看到这些问题 所以我们基金会在2月中 就发起了一个逆风同行的支援计划 而这个逆风同行支援计划是什么呢? 就是好像刚才Queenie说的 其实我们看到很多中小型的安劳院社 他们根本的工作人员已经忙到不得了 也不知道要做些什么才可以保护长者和他们的员工 所以我们就在 我想我们差不多是第一间机构 在2月16、17日 我们就送上这个快速检测包 给十几间的安劳院社 同时间我们也有第二期的工作 现在也在开展中的 就是我们希望用一些专业的知识 和一些专业的设备 去解决到安劳院社在人手不足的问题 而且最重要的是 如何预防这些细菌的感染、消毒 各方面的状况 所以我们在这个计划之下 现在我们一路进展 就和十几二十间安劳院社 为他们提供这些服务 所以如果各位有兴趣知多些这个计划 或者有兴趣支持我们捐献的话 欢迎你和我们联络的 那我将以下的时间交给Larry 好,谢谢Rebekah 那我暂时停止分享画面 我们Quinnie和Rebekah 我就想和大家拍一张照片 大家保持着笑容 几秒钟 Gaby就会和大家拍一张照片 好 OK,谢谢 好,谢谢 那我就开始分享画面 好,大家是否也看到画面 好,那今次就正式看一次我们第二次青黄创生事这个活动 那我也有些朋友可能第一次未来 那我也跟大家去讲一讲我们整个青黄创生事的想法是怎样的 那其实今次我们就说我们找到远餐旅盒去帮忙去分享 那其实我们整个青黄创生事的活动的目的 其实都想用一个很低门难以下的方法 去令到更多朋友入平民 去变成一些不同的拯救世界 拯救社区的一些 不是说大盒 是一些小盒 所以我们整个青黄创生事的定位就是 我们希望每一次用一些很简单的方法 好似说不慷慨是这样 用一些很艰辛的概念 譬如 互老产业或者很复杂 怎样可以用很短的时间 而吸收 而入口 要消化一些关于社会 创生一些不同的议题 而整个青黄创生事里面 其中一个很特别的环节就是 暑假期间 现在暑假就要三月进行了 原本我们暗地暑假 在七、八月的时候 有一个游学团的形式 会令大家去瞄解很多 在现在社会上发生的一些的议题 可能是 好笑的Ybeth家说 是小卫人 举个例 譬如现在 逆下 多了一种叫逆下路宿的情况出现 所以我们游学团里面 我们会带大家去 或者规划一些游行的方法 去令大家去看一下 究竟逆下路宿的情况 举个例 在左下角这里 这幅相片你会看到些什么呢? 其实就是一个 路宿者之家的地方 原本呢 路宿者之家 是真的被路宿者住的 但逆下的情况 有些仓房户的居民 可能他居住了里面 有人感染了 他不能回到院舍 他在家里住的时候 他就要上班 就在这里 路宿者之家上班 又要下班 又要上班 有些这样的独特的情况 或者大家都看到一些新闻 就是 有些居民 就只是睡街 这样的情况 我会带大家去通州街 一些全港最大的路宿者楼盘里面 看看这些情况 或者是 麦难民 原本都有很多麦难民 但是现在 有些麦当都不开了 那究竟麦难民 会去海了何从呢? 甚至乎我们会给大家去体验 真正成话的路宿者 你试试一下枝皮 在街上睡一阵的时候 究竟你会体验如何 这是我们考试的特点 或者就是 除了 可不可以去下一张slide 可以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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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一路说 其实这个是一个 什么情况 是一个 想回来 想一点 其实这个情况 就是 在一个 现在的很多社区 有很多不同的 缘质社群 我们会被驚驾 在香港 残疾人士的生活里面 你成为了一个林医人士,你成为一个台证人士 你感受一下究竟在香港作为台证人士 也没有障碍,有多么有障碍 刚才你看看喝水的情况里面 你会看到一个很健碩的人 其实他是香港博尔队的党队成员 他用一个喝水的知识是很难使用的 所以在考证团里面,我希望 Garry去下一张,谢谢 希望可以给大家感受一下 K7可以按一下 不如我试试去控制一下 这个情况行不行 这样可能会方便一点 Garry先停止分享 我再分享一下 看看是否可以 好,我再来一次 好,是不是大家会看到我的画面 有没有看到我的画面 好,不好意思,我再继续 其实我整个青春游学团的阶段 另外希望令到大家参加一些 可以由感受社区问题出发 然后当你对社区问题 有feel 你就会想为社区问题做什么 从而做出自发性关系社会的行动 这个就是整个青黄創生的很重要目的 所以在期间的阶段里面 我们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元素 就是我们希望在第三个阶段里面 有一个黄金一代和青年世代 一个co-create青黄共创的效果出来 为什么要青黄共创呢? 就是其实我们看到 年轻时一代就很懂IT的技术 很有行动力,很有热成 但是黄金一代的朋友 也有很多特色就是 有时候会人好过会人 他们的线组可能打开电话 就可能解决了很多问题 很多resource可以帮到大家 除了说我们将两代摆在一起的时候 其实可能会有很大的效果 而close over的效果 我们过去也有很多成果出现了 譬如陈秀文 他在十年前里面 突然有时间就会被困惹了 但是出现了一次的时候 他做了什么呢? 他就将曲音、音乐 和唱歌、pop music co-create青黄共创在一起 就变成了一个很卖得的店 而我们近期就有 Virror和麦当劳 co-create青黄共创 效果可以令到 音中间旗艦麦当劳是淪陷了的 同样的ERROR 肥仔可能没有那么Hit 但是他找了周生居 找了宝姐 前亚士的艺员、影后 去指导他 而他很入气 而令到这首歌 得到七七乐壇的流行榜 第一首冠军的感曲 所以我们就说 其实我们很期待 在七月的时候 当整个大家参加了 《青黄共创在一起》的活动 是真的可以 有些新的方案 社会创新的元素 去帮我们社区 建立全民共和社区 就是说年轻人觉得好的 黄金一代的朋友觉得好的 不同年龄的阶层 觉得好的社区 由你们去贡献出来 然后为我们这个社群 去注入抗疫的新的力量 这个就是希望可以见到的画面 那整件事呢 你会看到 在第一个阶段里面 我们是不切名额上限的 在第二个阶段里面 我们是有名额上限的 有20位是青年世代的朋友 20位是黄金一代的朋友 上一次我也知道有几位朋友 是已经报了名 去和我们同时表态了你的意向 去参加 所以今次里面 如果大家 都觉得有兴趣 去栽油学团 这样 你可以一会用同事 跟你联络的电话 或者WhatsApp 去给大家 我有意向去参加 青黄创新事之后的阶段的活动 那我就会联络你的了 好了 很快就会去我们今次的主题里面 找Queenie 去和我们分享一下 互老产业的一些 他最新的发展的情况 那在这个时间 我有点少少 导想 那我就不知道大家的年纪 在哪里 我就想试着大家想想 你对老年 对退休的时候 你最晚的生活 有什么想象呢 会不会像画面的文字那样说 你会希望在熟悉 很便利的家里面 对家安老呢 这样 然后一失陷的时候 就可以去下咖啡 去坐下 跟朋友 邻居聊天 然后呢 一年就一个短旅 两年一个长旅 会不会是这样呢 不过 现实世界上 有些人可能 暴入了老年生活之后 那一两年刚才那些 很好的生活之后 但是突然间身体出现一些状况 然后不情不愿 没有计划感 进入了一些护养中心 去过一些很佛媚的生活 可能等吃 等洗澡 等睡觉 等睡觉 这样就过了一天了 辛苦大半世 最后只剩下一张床 一个柜 这样的画面 有些更惨的情况 就是可能他中风 可能他连一些最基本的口肉 都可能肯受不了 要吃一些午餐 如果老了之后就是这样的生活 那我们现在这么努力 是为了些什么呢 就是依依我不想努力了 会不会有什么想法呢 但是这个时候 我应该要播出音乐 就是 是超人音乐 在这一见黑暗之中 有些人 是会看到一些新的方向 而这个时候 我应该要介绍一下 远餐旅客出场 Queenie 我就把时间交给你 我就停止分享我的画面 交给你了 谢谢Queenie 好 好 谢谢 今次 Golden Age的邀请 参加我这个 这么有意义的青黄创新节 也很感谢 Larry 的介绍 大家好 我是Queenie 我是社企The Project Futurist 的创办人 我有个花名 我叫做远餐旅合 不知道大家对于整个安劳产业 或者可能整个安劳服务 固有的印象是什么呢 其实我很想跟大家今天分享一下 其实我是一个 我以前的背景 也不是做 我不是讀社工 我也不是讀护理 但是我四年前 有一个很有契机 加入了这个行业 就真的展开了我的社创旅程 也有份觉得自己可以贡献到社会 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我自己的背景 刚才也说到 我不是讀社工 也不是讀护理 我自己本身是 商业 讀经营业 出身的 我以前中学的时候就是讀文科 对于我来说 在工作里面有创意 可以帮到人 有社会意义 这是我首要的工作条件 其实我们在2019年 我四年前加入了安劳服务业之后 我在2019年自己再寧创了一间社会 叫做The Project Futurist 不知道大家见不见到我们的名字 Futurist 有两个英文字的组成 一个是Future 一个是US 很简易地明白到我们是未来一部分 我们很想趁我们年轻的时候 仍然有力量去改变 我们希望为我们的未来 甚至是我们身边的家人 可以推广更加积极正面的乐龄生活 我们最主要做三件事 我会介绍多一点我们社会做什么 第一 我们有一个平台叫做软餐盒 在推广有尊严饮食 第二 我们有一个studio 在荃湾 在推广我们叫做乐龄生活创新 第三 就是我们很积极地倡议正面的安劳服务业 希望吸引多些人认识这个行业 消除了大家对老一直有那种负面的看法 我知道大家有些问题想问的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 可以在Q&A 箱上写下你的问题 我们在最后就会解答 好了 首先先问一下大家 因为都知道今天来自各界不同的朋友 一起听我们的分享 不知道大家对于老 或是老年代的东西有什么看法 可能大家用三秒想想 自己一想到老 会有什么形容词 立即会彈出来 嗯 好了 其实我想跟大家讲 平时我们其中一个工作 就是经常进入一些中学 小学 大学 去讲一下什么是老龄化 其实普遍一般大众的市民 都可能一想起老 都会想起一些负面的字 例如可能会觉得老是一种负担 或者可能觉得老是没用 一想起老 就想起行动不便 要被照顾 那大家为什么会对老 有一些这样的看法 大家有没有想过 其实大家对老 第一次接触老 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呢 我自己小时 就是和婆婆一起生活 她一起陪伴我长大的 对于我来说 老不是很陌生 但是现在我们去到学校 很多时候问很多的学生 学生都会说 其实原来现在很多的长辈朋友 都不是和年轻人一起住 简单说 大家的妈妈 爷爷 可能会有点距离感 甚至当大家第一次接触老 很多时候都是因为家里 突然之间有长辈跌倒 或者可能他们需要找安老院寻 你才会慢慢接触社福介 或者安老服务 所以对于大家来说 老甚至整个安老行业 都好像蒙着一个很神秘的面衣 也对这些东西可能有一种固有的看法 例如这种固有的看法 可能来自过往在媒体看到的东西 或者可能是一些负面 大部分的负面新闻 会影响了大家对安老的印象 我想跟大家举一个例子 其实为什么大家会对老 有这种固有的看法 或者甚至有一种 好像黑板的印象 其实其中一件事 是有机会 是我们对于老 是真的有一种 我们叫做 有一种规范的思想 其中一件事是我们经常说的年龄歧视 年龄歧视在香港 都开始 漸漸这个议题 都被受关注 其中一个例子 就是大家都可能认识的 就是教授黎青龙教授 大学大学教授 在港大学科学院 其实他自己本身 去到退休年纪的时候 其实他也很想继续去教学 于是他几次去申请 去延伸全职教学的情况 但是都遇到一些困难 他自己也说 咦?为什么我年纪大了? 可能大家会觉得我在教的能力上 会有所规限吗?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情况呢? 其实我想和今天大家带出一件事 就是说大家对于年龄 就是年纪大也好 或者年纪小的朋友也好 有一种规范的思考 其实很多时候都来自 有一种无形的年龄歧视 而这种年龄歧视 是影响着我们 如何去看别人 影响着我们 对对方的一种感受是如何 甚至这种感受 会转化成为一些行为 其实这种感受是很普遍 亦都是在无形地发生 发生在所有人身上 无论是年轻人 或者年老的朋友 甚至我自己本人 都经历一些年龄歧视的情况 而年龄歧视 是属于United Nations 联合国的其中一个很主要 很想推广 和令到社会大众正视的 是一个全球的 campaign 希望透过大家打开话题 甚至我们互相去了解 不同年龄人士的需要 而打破年龄上的格幕 而年龄歧视 对于社会影响很大 年龄歧视会引起 有性别歧视 有能力的歧视等等 所以为什么我今天突然会带出这件事情 就是很多时候大家对于脑 可能会有一些固有的看法 是来自我们怎么去 我们对这件事情的印象 而这件事情的印象 是来自各方面 可能是自己的经验 可能是媒体的一些印象 而我们有时候可能会 无形地做了一些对伤害别人的情况 我希望在这次前半个月的分享 可以带给大家听 其实龄是每个人都会经历的过程 其实不是那么需要 不要觉得它可怕 而且龄这件事情 当然有很多不同的学说 但是除了它是一个 我们叫做生理的改变 大家可以再扩阔一点 这个老龄化的定义 就是其实它除了是身体的改变之外 其实在人的 mental health 在他的心理精神健康上高 甚至是原来一个 在经历老龄化的朋友 在经历人生的一些阶段性转变 例如他可能在经历退休 在经历他的伴侣离世的情况 而老龄化这个过程 是每个人都不同 不是一条直线来的 能够经历老龄化 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 是经历这个过程 以及刚才也说到 是每个人都不一样的 当我们去看老龄化的时候 我们就要考虑到 除了是我们人与人之间 我们怎样可以更加有同理心 去和不同年龄人次去相处之外 其实你都会看到 现在社会这几年 会有很多政策上的改变 甚至是经济方面 你会看到 例如我们会有一些 和老龄化相关的产品出现了等等 其实做这么多事情 社会都是希望 令到一帮年长的朋友 可以拓展一个很健康 健康 而老龄化不是只在香港发生 其实是一个全球的大趋势 在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 其实这几年都不停做很多研究 他们也结论 原来老龄化是全球五大趋势之一 在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人的寿命越来越长 以及我们的生育率下降 令到这个人口老化趋势 大概在2050年的时候 全球会有15亿的人口 是65岁或以上 是差不多16%或以上的人口的比例 就是年长的朋友 而我相信今天 TuneIn的各位朋友 都会听过 联合国有一个叫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 SDG 其实这个可持续发展目标里面 老龄化是其中一个目标 就是希望透过构建一个 我们叫做 Age Friendly的社会 希望令到大家可以融合相处 亦都同一时间 令到不同年龄人士 都可以促进他们健康的生活 说到香港了 大家有没有想到 15年之后大家会做些什么呢? 我自己就会差不多去到五字头 我的父母就差不多上到八字头 其实我要去想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就会想 其实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 我可以怎么帮到我身边的家人 甚至我未来的自己呢? 如果你看回 15年之后的香港 是说 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人口 是65岁或以上 这个数字是很高 说的是真的每三个人里面就有一个 那你会见到 老年的数字是越来越大 其实有很多原因 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原来香港的人均受命率是很高 亦都是灌绝全球 已经超越了日本 无论男或者女 都是真是世界第一个人 第二就是说 我们香港的生育率 是真是最低的 就是比我们社会要有的需要 是更低的 大家常常会想 老龄化 可能都未到我 我还很年轻 或者可能是 我未到这个年纪 我不会认的 其实这个也是普遍 大家都会想的一件情况 但是我想说 老龄化不只是影响自身 其实是影响社会各界不同的行业 而且呢 老龄化不只是影响社福界 不只是说社福界 只是需要想 如何去应对这个情况 其实是说每一个行业 无论是由城市规划 由我们的经济就业的一些政策 我们的金融服务 大家听过 例明说 年金 液案揭等等 这些产品 甚至我们的医疗体系 我们的社福政策 我们现在的资讯科技 大家都听过 乐龄科技 其实你都会看到 在这几年 尤其是过去这十年 社会对这件事的关注度 越来越提升 也都直接影响很多行业 要去改变他们的一些政策 或者发展方向 所以老龄化不只是影响社福界 或者不只是影响自身 其实是影响不同的行业 而我们社企有一个目标 以及我们有一个愿景 就是我们很相信一件事 就是说 一说到社创 或者今天我们在做的工作 我们很重视一件事 就是同理心 很多人都会问 什么是同理心 其实同理心就是 我们能否感受到 对方那种感受 我们能否看到 对方看到的东西 如何用一个换位思考的方法 去了解 其实我们身边的朋友 他们在经历一个什么过程 所以我们社企有几个 有几个使命 或者有几个承诺 我们想做的 除了透过教育 倡议 以及我们现在的社区服务之外 其实我们很想达到 刚才也说的 这三个目标 就是可以推广积极正面的 乐龄生活 以及推广有尊严的饮食 最后希望让大家更多关注业界的发展 希望吸引更多的朋友 加入这个行业 去照顾我们一群长辈的朋友 令到他们的晚年生活 可以更加有选择 以及生活得更加有尊严 其实说到我们的工作 其中一件事很重视的 就是我们的社区教育 我们平时也会走进去学校 去分享 甚至我们是会将 现在的老龄化的题目 是用进去 STEM 或者STEM的教育 平时我们在 我们在荃湾有一个 studio 我们会做很多导赏 亦是我们整个studio 七彩缤纷 亦有很多不同的陈列物品 包括 有一些推广文化传承 来自不同社企的一些 作品和展览 甚至是一些不同的乐龄科技 护理家具等等 都是我们整个studio 很重视的一部分 大家可能听过 我们过往也做很多 叫做软餐学堂 很多接顾者 或者有兴趣想调解 更多这件事的朋友 都会来上试 大家如果有兴趣 都可以去关注一下 我们的Facebook 叫做软餐合 大合的合 或者是我们另外的Facebook 叫做The Project Futurist 我们也有很多义工的机会 大家有兴趣 就可以订阅 讲到义工的机会 一定要讲一下 我们这个社创项目 叫做流动五感大茶楼 流动五感大茶楼 顾名思义 是一个流动茶楼 其实我们在社创基金的支持之下 和赞助之下 其实我们在过去一年 在疫情期间 推出了 一个18场的流动五感大茶楼 将这些大茶楼的活动 带到到安务院舍 为一帮有脑退化症的老人家 可以提供一个很五感六角的 饮茶体验 你会看到我们会穿旗袍 穿小耳衣 真的推车仔 还有我们会带上所有布景板去的 如果大家有兴趣参加这个有意义的活动 我们很希望在疫情结束之后 可以再次进院 为一帮有脑退化症的老人家 做一个有意义的饮茶项目 有兴趣的朋友 也可以去到我们的Facebook 报名 好了 说了这么久 其实社创 靠一个人的力量 或者一个单位的力量 是不够的 所以我们都会和一些不同的机构去合作 包括大家都见过 是Enable Foundation 或者香港 这个 Youth Art Foundation 等等 其实都是一些我们合作的单位 说到我们的工作 最后一部分 很重要的就是 希望将今天做的事 带给多些人认识 所以呢 过去都有些机会 去分享一下我们的想法 包括我们在明报的一个专栏 大家有兴趣听听听我们的心声 也可以在明报 有个叫做安劳2.0的专栏 过去也有机会 和很多媒体 去分享我们现在的工作 说了这么久 我相信大家 今天在明报 是因为大家在Facebook 或者在WhatsApp 收到一张很大头的照片 就是我穿着假发 变身成为女合的样子的照片 我相信大家都会奇怪 为什么会是这么想Cosplay 或者为什么会在社福界想Cosplay 这个实际是太创新的一个想法了 我就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 和我过去的经历 如何可以令到我今天做的事 可以将他的社会意义 可以更加扩阔他的社会意义 帮助更加多人 首先要讲一下我的背景 我的背景就是 我过往都在香港读中学 小学 在大学的时候 我去了美国读这个商业 我在2009年 在外国做完一年之后 然后我就决定 我想回来香港 为什么呢 因为我也想在我的父母身边 和他们一起生活 我也不想离家这么远 也挺空式的 所以我就决定 2009年的时候回来香港 咦 发现原来2009年 找工作是很辛苦的 因为是当时经济很大的打击 是的 以前找工作 就真的 送超过一百份的CV出去 都没有音讯 其实也是挺 强烈的 所以作为我这个性格 我当然是竭而不捨去到处找工作 终于 就听到有一封的回复了 就是一间做国际品牌的公司 当然 我立刻就拿了这个提供 自从我拿了这个提供之后 我就真的深深爱上我的工作 作为一个品牌顾问 我觉得我做的事情很有意义 因为我帮很多客户 去改变品牌形象 一做就做了差不多10年了 我的过往工作很多时候 都是跟客户一起去做一些workshop 做一些brainstorming的活动 甚至去砌一些不同的 我们叫做客户体验 品牌体验的一些工作 也有机会去世界各地去看看 我们的客户在做什么 有很多次的客户 是一些航空公司 甚至是一些酒店的客户 也有机会让我去旅行 例如夏威夷 或者其他地方 去感受一下 客户的一些服务和体验 所以我过往工作真的很好玩 但是呢 做了一下 当然我也有机会 去帮客户去做一些大品牌的发布等等 在2017年的时候我发现 已经我做事去到樽颈位了 我很想用我学到的东西去帮助社会上 有需要的人士 可以帮助他们 将他们现在做的东西 给更多的人知道 所以我冒然有机会加入了社福界 在社福界我第一个项目 就是做这个品牌的创新 去做一些品牌的形象定位 当时第一件事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惯性 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做品牌 或者做计划 我们一定要帮客人去分析一下 他现在的情况 和他那个 譬如说 社会有什么 trend 等等 其中一件事 我们就要写PowerPoint 我当时就找一些照片 打算放在PowerPoint 一按Elderly 其实找到的照片就是这样的 你会看到 一打Elderly 这个字的key word 一定会联系到 白色头发 灰灰的头发 年纪很大 很多老人家的照片 都一定要有人在扶着 甚至是很悲惨的样子 一些都很抑郁的照片 甚至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现在曾经做过一些项目 要找到一些和老人家相关的照片 很多老人家相关的照片 都是这两个结婚 都是这个太太和这位先生 然后反过来 这个先生就站在身上 太太坐轮椅 很多时候 对于亚洲的面孔 甚至是譬如一些正面的照片 关于老人家 其实也很少找到 这就启发了我 为什么要 更加将我过往的经验 带入社福界 希望将这个老龄化的形象 重新定位 令到多些人去了解这件事情 所以其中一件事 我加入了社福界之后 就是到处去旅行 去看看外国的世界是怎么做的 包括你会看到这些 就是参观世界其中一个 最大的福康用品展览 在日本记住HCR 大家第二天 有机会再旅行的时候 就可以去看看这个展览 里面会有很高科技的一些 机械人 或者是楼梯机 或者是一些自动的洗澡的器具 等等 其实是很进行 日本已经走得很前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其实日本 对于人口老化来说 已经说的是 人口极其老龄化 叫做超级老龄化的一个情况 它在2021年 它65岁或以上的人口 是高达29% 它比香港再走前15年 所以他们在石福政策里面 有些事情是做得很好的 包括大家都听过 长期的互保险 或者可能是他们很重视的社区 照顾的一个体系等等 其中一件事 他们安劳院舍 真的很重视以人为本 这个也是我其中一个 在日本去参观的时候 一间院舍的情况 大家有没有想过 这是一个院舍呢? 我相信大家都会觉得很诧异的地方 就是以为这是一间院舍 但其实这个就是院舍的参观 很多小朋友在附近的小朋友 会坐在地上 他们会冲进这间院舍 一起去看书 跟老人家聊天 这件事也很启发到我们 其实老或者老人家 这件事是不需要 我们不应该将老人家 这件事有一个隔膜感 我们英文就有个字叫 不要marginalize 这一群老人家 因为其实大家都很需要爱 很需要社会社区的联系 而日本是真的可以打破这个隔膜 将不同年龄层的朋友 可以放在一个社区里面一起生活 也可以增进大家对于彼此的认识 那么你会看到这个老人院 或者我们叫做老人的招待 其实也很棒的 因为他在他的门口 有个小卖店 就是买薯片 糖果 那么小卖店的 那个shopkeeper 负责看着店铺的人 就是那里的住客 他们是面对 有中度至严重的认知障碍 但是他们仍然是坚持 是要做shopkeeper 帮忙收收钱 和和小朋友聊天 我觉得是很窩心的一件事 甚至他们在饮食来说 都很重视他们的饮食质素 这张照片真的是一张实体的照片 是我们2019年去参观的时候拍的 你会看到他们出午餐的时候很精致 食物就分开了一个碗碟 味道不会混在一起 好像平时大家出去吃饭的情况 除了饮食做得很好之外 他们对于吞咽困难的朋友 其实也很重视他们吃的食物 包括你见过的远餐手丝 甚至我们Facebook也有很多这些照片 你会看到日本是真的很重视 不同饮食需要的人士 他们的一些不同的质感 去到再远一点 去到比利时 去北欧的一些地方 你会看到其实在北欧 例如芬蘭或者丹麦 他们都是跟香港一样 在经历人口老龄化的情况 但是他们的社福政策也是做得很好 除了是有不同的一些地区 或者一些我们叫做罗林科技去支撑之外 他们在居住的环境 也很重视住客的需要 当时我记得是2019年的Christmas 我们去到的时候 这个是安努院社里面的咖啡店 这个咖啡店很开心 就是看到很多住客 可以聚在一起 喝杯咖啡 吃件蛋糕 大家像朋友那样 去聊天 去聊天 这件事都给了我一个很强烈的启示 就是 其实 老人家进去安努院社 生活都好像平时一样 都可以这么有尊严 这么写意 这么有选择 而安努院社 不一定要大家固有的那种模式 一定是进去 然后就没有自由 或者做不到自己喜欢的东西 这件事都让我重新思考 我们在社福服务 或者是安努服务的设计 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令到我们今天 在香港的一群老人家 都可以享受到这种 这么精彩的人生 甚至是有些安努院社 他们在丹麥 是开放式的管理 什么意思呢? 就是附近的居民 都可以进入这个安努院社的环境 用他们的设计 所以其实这件事都给我们 很强烈的启发 希望将今天我们做的事 可以再走多一步 可以再更上一步 令到我们今天这群老人家 可以享受到他第二人生 其实说了这么久 我在加入社福界的时候 也做了很开心 有机会 去做很多参与很多不同的工作 也都将一些 大家以前可能不认识的社福产品 或者这个级别的东西 可以带到给更多的公众人士去知道 所以我在这里做的时候 我就有一个启发 就是在想 咦? 其实我怎样可以将这个工作 再加上它的影响 就是可以给更多人知道 于是我就设定了我们自己的社企 叫做The Project Futures 就做了很多工作 其中一个工作 就是去做了这个软餐盒 软餐盒有假发 在上网订了一件衣服 绿色手套 绿色衣服 其实为什么要这样做 就是希望引起大家 对于吞咽困难的关注 也可以帮一班 有吞咽困难的朋友 和他们的家人 让他们在饮食上的选择 我们也在过去设计 我们设计后 有机会参与很多社区的活动 包括流动五感大茶楼 以及透过我另一个身份 就是在安务院社里面 去创造一些新的安务院社 很可爱的住客 我们一起开派对 开生日派对 所以说到这里 我很希望透过今天的分享 让大家知道 其实脑不是一件可怕的事 脑也可以很有选择 很有尊严 这个真的要靠大家 如何去看这件事 脑这个过程是我们控制不了的 但是我们如何去看老龄化和老龄化 是一件很不同的事 是可以很影响我们 和身边的朋友的关系 以及对这件事的形式 说了这么久 我相信大家都很想知道 整个社福服务 整个社福界在做什么呢 其实我想跟大家说 大家一想 安务服务 我相信会想到以下的画面 可能没有私隐道 或者可能没有尊严 当然现在也有些情况 有机会是这样 但是我想跟大家说一件事 就是 现在整个安务服务 是在做很积极的创新 而且很想提升 现在的院舍服务 大家都知道 我们去面对未来人口老龄化 我们要走得更加远 所以其实现在的安务服务 已经在做很多创新的工作 大家会见过一些以下的例子 一些长者住宅 或者是一些长者生活社区 饮食上高 有听过晚餐 所以其实你会见到 现在整个行业 都很积极 是很想去走前一点 去改变 大家可能 普遍会少一点听到 普遍会多一点听到 一些负面一点的新闻 但是我想说 大家整个行业 都很努力在改动 推动一些改变 其中一件事 都很需要政府 在政策上的支持 但是这几年 整个业界和政府 都很积极推动 无论是人才培训 乐龄科技 或者是安劳服务 社区照顾等等 其实都在做很多工作 我相信大家都在这几年 听过乐龄科技 甚至是一些乐龄科技的例子 例如机械手 或者是电动轮椅 用VR去做一些服康训练 甚至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乐龄科技的教育 和租任服务 如果大家有需要 想租一些 优质的医疗用品 或者一些家具 即是 可以安劳 在居家安劳的家具 其实大家也可以去看看 这个赛马会A加的平台 也有一些租任服务给大家 另外一些例子 就是一些长者住宅 大家都可能会听过 甚至是一些长者生活社区等等 其实现在整个社福界 是在做很多改变 也是透过科技的融入 以及重新去思考 以人为本的理念 去希望为我们一班老人家的住客 提供更加优质的生活模式 说到这里 我相信大家都很想知道 除了是社福界 现在在做很多创新 我也很想为社会出一分力 我也很想做一些社创 我想跟大家说 社创 你只要有心 有同理心 有热成 去解决社会的问题 其实 不是很难的 但是我经常都说 社会创新 不一定要由零开始 不是说你在实验室 要设计一些东西 然后去做社会 其实 现在社会上 有很多资源 也有很多不同界别的人士 需要大家支持 我们如何透过聆听和了解 去发掘这些机遇 甚至是利用一些 我们叫做re purpose 就是重新去为一些现有的技术 一些现有的科技 或者现有的一些产品 如何去改变它的用途 帮到更加多人 其实这个也是社创的其中一个 可以帮忙解决社会里面的问题 而我的方法 当时真的利用回 我以前去做branding的一些经验 如何去透过设计 一个阳餐旅合 或者阳餐盒这个平台 帮助更加多有需要的人士 说到这里 其实香港有很多人 是面对着吞咽困难的情况 除了是一群老人家之外 也有一些 我们叫做善中人士 一些经历头颈癌的朋友 一些严重残疾 或者残障的人士等等 其实也在面对吞咽困难 而吞咽困难 大家想象一下 停一停想象一下 如果有一天 你应该有些病理 例如可能是中风 柏金顺症 认知障碍 甚至可能是一些其他病理 令到你可能吞咽上高 缺乏吞咽的能力 你再吃不到你自己喜欢吃的东西 甚至当你吃的时候 你会遇到很大的困难 甚至会有机会咀嚼 还有肺炎的风险 其实那一刻 当刻的感受是怎样呢 你会看到 现在香港 去照顾游吞咽困难的朋友 我们都会把食物分为几种 包括有正餐 碎餐 和虎餐 这些照片很漂亮 因为全部都是我们自己拍的 但是大家留意一下 如果有参观国安路院社 或者曾经做过一些义工服务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出餐的情况 很多时候会剩下很多食物 很多厨余 它剩下 大家都应该知道原因 很多时候 其实很多时候 虎餐的吸引力不是很高 而且有机会虎餐也会令到有续亲的风险 你会看到 尤其是有脑退化症的老人家 他们的食物本身的形态 如果你没有了形态的时候 其实也很难认到 所以基于种种原因 加上我加入了社福界之后 我就尝试走进去 丸社里面的厨房 甚至是跟不同的客户聊天的时候 其实发现他们都遇到很多困难 包括人手不足 包括可能是丸社的厨房设备很陈旧等等 所以基于这些原因 我们就希望为香港业界 去提升膳食的质素 加上我们在日本也看到一些案例 就是很多时候他们去做研究 发现原来很多老人家死亡案例 和吸入性肺炎和肺炎相关 而日本在这几年 我刚才也说到寿司 他们对于远餐 甚至是介户食文化的发展 已经走到很远了 在80年代 已经开始有不同的 即食的食品 或者远餐的食品 希望帮助一帮有吞烟困难的朋友 于是我们就集合了 所有在外国的经验 以及香港的认知 我们就在想 我们如何使得社会各界更加认识 吞烟健康 以及帮助一帮有需要的人 于是我们就开始设计 这个平台叫做远餐盒 通过一个形象化的设计 真是大合的形象 希望将这个话题 给到更多人的认识 透过一个富有娱乐性的方法 以及吸引大家不同年龄情的朋友 都可以认识多些关于这些东西 所以我们就成立了 就是在软餐盒这个平台 其实就是很希望透过食 去提升我们一帮有吞烟困难的朋友 他的饮食质素 令到他们吃得安全 吃得有营养 吃得更加开心 以及有选择 有选择是很重要的 所以可能大家都见过 我们过往做的工作 透过我们的网站 我们的Facebook 我们的YouTube 甚至是我们做很多本地化的工作 例如去本地化 将日本的软餐技术 做了一些本地的食譜 超过100款的食譜 希望帮助更多的吞烟困难朋友 以及他们的家人 给大家看一些照片 其实大家眼前看到的 软餐海鲜房 例如四岸大头虾 咕噜肉 甚至骨髮蒸鱼 都是软绵绵的餐 另外 我们第一个做的软餐 就是我们的暗面 烧云叉烧饭软餐 你会看到菜肉饭 分开颜色 形态很鲜明 真的不是再是一些三式混户 或者是一些不吸引他们吃的食物 还有一些贺猿食品 平时很黏口 平时在软餐是几乎吃不到的 现在我们都可以造成 容易吞很安全的一些软餐 给一班有吞烟困难的老人家去吃 而我们过去也很开心 有机会服务到社区 除了开很多的软餐班之外 我们也有机会做一些盗会 帮助软社 尤其是现在疫情 其实很多软社都面临 比如说厨师染疫 都缺乏人手去做餐 这一个我们也有份去帮忙 去出餐 去帮助一些软社 给一班有吞烟困难的朋友 去吃软餐 其实说了这么久 吞烟困难 大家如果身边家人面对这个情况 记住 我都要温馨提示大家 要找回专业的医护人员 例如言语治疗师 职业治疗师 或者护士医生等等 去做了专业评估 才去决定自己合适的食品 另外除了软餐盒 透过不流动五感大茶楼这个项目 我们都可以将我们今天做的社创 可以带到给更加多人的认识 所以这件事我们都很开心 你说 Queenie 是不是真的要做很多事才可以 可以贡献社会 或者我怎样可以加入衣行 其实在大家现在工作的范畴里面 或者大家平时接触的社区 其实都有很多机遇 给大家可以去帮助有需要的人 而我经常都觉得 就是在做社创这个过程 最重要是聆听对方的需要 透过多些观察他们 甚至是 主动去了解 其实都可以 令到大家今天做的事更加有意义 以及都可以成为我们社创的一份子 那么 很开心今天 青狼节都邀请我去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看法 对于加入这一行 究竟我有什么啟发 甚至是有什么提示可以给大家 那么作为一个社创企业家 我觉得很重要 就是大家可以多些跳出框框去想 去做一些 就是在这个行业里面 可能未尝试的东西 那么我妈妈就有一个格言的 她经常跟我说 试吧 尽量去试吧 在有机会的时候 你都不试 你怎么会知道 那样东西是不行的呢 所以这件事 都是很 推動我去嘗試一些不同的方法 去幫助社會上有需要的人士 另外大家可以做 尤其在社創 一定要靈活性很高 因為我們變數也挺多的 所以這件事都是 不是像平時做事一式一樣 或者我們經常都說是Cookie Cutter 不是Cookie Cutter 不是像餅一樣 每個人都印出來一樣的解決 反而是每一次你面對不同的社會情況 都要想一些新的解決 幫助社會上有需要的人士 第三就是記住 如果你今天是很有使命感 你保持著你的觀念 接著最重要是 保持著這個觀念 對自己有信心 有時候在這個過程裡面 會有很多人去挑戰你 或者去懷疑你的能力 但是我覺得最重要是對自己有信心 保持下去 還有最後就是說 你的團隊裡面 有沒有人跟你一起共享這個理念呢 我覺得做社福服務也好 或者可能做社會創新 其實最重要是有一種同理心 這個同理心其實是來自多些去聆聽 身邊的朋友 或者身邊的社會有需要的人士 甚至在你的團隊工作的時候 多些我們去開放 去聽取一些意見 還有我經常都覺得很重要就是一起共享一些成果 還有我們去做這個社創的時候 我們一起去共同 去擁有這件事情 會令到我們今天做的事情是更加有意義 還有那個影響力是更加擴大的 剛才說了很久 大家相信都會問我 Kweenie 我也很想為社福服務出分力 我可以做些什麼 我覺得最重要是首先問自己自身可以做些什麼 其中一個大家都可以做的就是重新去定義腦的印象 記不記得一開始的時候 我也有跟大家問了一個問題 大家用三秒去想一下 大家對腦有一些故有的印象是什麼呢 我相信大家聽完我分享關於年齡歧視 或者可能其實老齡化是一些大家都會經歷的過程 可能都會改變大家對於腦的看法 對於腦更加有一種包容之心 因為每個人都會經歷 我相信在未來大家 年紀大的時候都會很想 社會上也會有一些更包容的氣氛 社會環境等等 所以我經常都說 大家對腦不要再留在以前的故有的形象 其實腦都很精彩 大家可能會聽過全香港最老的無特兒 Alice 96歲 會賣化妝品廣告 甚至是Tesla創辦人的媽媽 其實她本身也是一個銀髮無特兒 大家對於腦的定義 又可不可以將它有一點改變 大家重新去看腦 不要讓它困住了 不要讓年齡困住自己對腦的看法 另外第二就是 我們透過我們的語言 我們的文化 如何去改變大家對腦 這件事都很重要的 剛才 我沒有機會今天講一個例子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聽過一個婚紗設計師 叫Vera Wang 在美國的一個婚紗設計師 其實大家現在可以搜尋一下Vera Wang 其實她是 按下去 你看一些照片 她看一個IG 她是很棒 很享受人生 去派對 去時裝表演 很享受 很棒的 其實你看著她的照片 你覺得她是40歲 但其實她已經76歲 如果要我叫Vera Wang 是作為一個老人家 或者一個長輩的話 我覺得這樣叫她 這些名稱 或者名稱 就不太合適了 甚至我覺得 完全是不適合她 這樣叫她的名字 其實你如果大家發掘一下身邊的家人 或者身邊的長輩 甚至我媽媽 其實她 生活是很活動的 我相信大家 訊息的朋友都是很活動的 很健康 很追求 一些譬如說 在科技上的應用等等 其實已經是 我經常都說 大家不要讓腦標籤了自己的能力 亦都 大家怎麼去 叫這些東西 究竟是 腦有記 老人家 怎麼去叫 大家不要讓這些列表 框住了自己 我覺得透過語言去改變 大家對於腦的看法是很重要的 這也是大家都可以踏出的第一步 在完結之前 想送給大家一首歌 就是Michael Jackson的 《男人和眼鏡》 這首歌其實有幾個很關鍵的字 我很想跟大家說 就是Michael Jackson在他的歌詞裡面說 如果你想去改變世界 或者使得世界更加好 其實你首先在鏡頭看著自己 然後 做一些行動去改變 由自己開始改變 自己一些可能你會覺得很細碎 或者很細小的東西 但是其實可能對身邊的朋友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影響 而最重要 我覺得社創其中一個很關鍵 就是用心去感受世界 真的去 用一個換位的思考 去了解一下對方的需要 腦 這個過程 是你控制不了的 是人必須經歷的階段 但是老齡化的概念 甚至 老齡化的東西 你是可以改變的 你怎麼去看它 你怎麼去對待身邊的人 等等這些情況 其實都可以在你自己控制範圍之內 我希望今天大家 喜歡我的分享 也聽了我為什麼會變身 成為遠餐旅合的經歷 我希望今天的分享可以 啟發到大家在未來 做社創也好 或者可能是跟家裡身邊的人相處 可以更加 多點透過 諒解 包容 等等 可以令到我們今天的社會 更加 同時的 希望大家喜歡 今天我分享 大家有任何問題都可以在 Q&A 留下 寫下 謝謝 非常喜歡 Kweenie 你真的很厲害 不過在你變身 雷沙飛走之前 我知道你 將會去寫完一個 活動 我參與者的問題可以照在Q&A打出來 我嘗試下包一張 去問一問 在整個過程中 我的個人感受 剛才Kweenie說了 你整個心路歷程 你們那個社企或者你俗項目的一個很特別的切割點就是 其實你會將老人家 會看成 跟整個社會是一個關係來的 很多時候你就說對比傳統一些想法就是 大家會將老人家就變成一款的樣子 然後跟社會是沒有關係的 所以你變身做軟生育裡面 希望就是將 有趣 一些很 cose play 年輕人的cose play 然後將年輕人 去跟長者 這個產業去結連 這是一個很特地的位置 但我就想問一問 剛才你提及到 你去比利時的日本考察裡面 會看到他們過了一些很享受 精彩人生的那種畫面 而且你用一個用詞 很特別就是 你是受到強烈的啟發 所以才會變身成為軟生育 所以在我們整個 青和創始裡面 我們很多時候就說我們鼓勵其他人去參與社創 我看到有些特點就是 當我對一件事有強烈啟發的時候 我才會想為這個問題做些事的 可不可以說一些軟生育的 你的強烈啟發 就是同理心 是來自什麼 啟發到你 我覺得 作為軟生育 大家可能會覺得 很搞笑 為什麼會戴假髮 或者穿這些衣服 是不是想 引起大家關注 沒錯是想引起大家關注 為什麼會想引起大家關注 就是很多時候 我們經常都說 很多長輩在軟社也好 或者甚至不是長輩 說很多殘疾人士 他們在生活上 遇到很多困難 其實本身可能已經經歷著 一些長期病患 他們在飲食上 更加遇到一些 吞煙上的挑戰 在過去 社會可能對於這件事 真的不太關注 或者沒有 太認識 不知道原來 外國 無論是澳洲 英國 甚至日本 其實已經做了 介護食品 已經很多年了 其實我覺得 是一個 在社會上 有這些選擇 是一個 應該要有的 是一個共識 所以 很多時候 為什麼我會有這麼強烈的看法 就是我覺得 應該要有 為什麼會沒有呢 一些 今天說的是香港的 21世紀 社會有這麼多資源 甚至是 大家是有能力 去為我們身邊的家人 可以提供更加好 為什麼不做呢 而對於我來說 真的是 皮毛的一件事 我戴個假髮 我戴穿衣服 但是如果我可以 我這個動作 可以令到多些人知道這件事 令到多些人關注老人家 甚至病患者 吃的情況 透過吃 去提升他們的生活質素 吃其實 不只是飽肚 或者溫飽那麼簡單 其實吃是一個 我們經常都說 是一個社交集合作 我們怎樣在吃裡面 溝通 建立一些聯繫 吃可以帶來很多回憶 我自己小時候 我外婆 我放學回來 她會做一些煎薄餐給我吃 夜絲薄餐 其實吃是有很多 情感上的聯繫 對於很多老人家來說 尤其是他們晚年的生活 吃真的對他們來說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所以為什麼我們都推出 除了遠餐旅合之外 也有流動五錦大茶樓 透過五錦六角的聯繫和刺激 希望勾起他們的回憶 可以讓他們 有一種快樂的感覺 我覺得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就是我們既然有能力做 我們不是沒有能力做 我們既然有能力做 為什麼我們不可以 走多一步 出分力去幫助 更加多有需要的人呢 這樣 謝謝Queenie 很詳重的回答 我看看時間 你應該還有兩分鐘 你就要過社聯那邊 我先送你來場 我看看有什麼問題 我會向參加者收集 然後再找你回答 我再在 平台上 Facebook 回答聽眾 可以 我可以很快地回答 我看到這個Q&A有一個 有位朋友就問 關於一開始之前 就是說疫苗幫助老人家 其實呢 石福界裏面 我們是當有疫苗 有充足的時候 其實我們是很積極的 鼓勵 老人家和家人去打疫苗 因為都知道疫苗 你會看到現在有些資料 是幫助減輕重症的情況 所以其實整個業界 都是很積極的 希望 幫助這班老人家 但是大家要留意 疫苗也要看看本身 老人家的體質 因為很多 住在院舍的老人家的體質 都很弱 所以我們必定要經過 醫生的評估 認識了 第二就是 亦都要聽取 家人的意見 還有老人家的意願 都是很重要的 其實在第五波之前 很多院舍都很積極鼓勵 打疫苗 你會看到現在有些新的政策 在3月14日開始 其實所有的安路院舍的老人家 都需要打疫苗 所以 大家對於這件事 是很重視 但是同一時間 我們要尊重 家人和老人家的意願 是 是的 謝謝Queenie 很厲害 還有一分鐘的時間 還有一條問題 今天很感謝Queenie 幫我們分享 這麼精彩的環節 我先送你來場 拜拜 參加 不要躲著 我先送Queenie來場 謝謝Queenie 謝謝大家 祝大家身體健康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都可以留下 希望有機會 可以真人見面 或者大家可以留意 我們的Facebook The Project Futures 或者我們另外一個Facebook 軟餐盒 謝謝Queenie 謝謝 今晚Queenie 就離場了 我們的問答環節 其實還在 我也看到 Q&A內 有一條問題 剛才Queenie 回答了一半 朋友問 有沒有 社創小提示 給大家 因為他就說 軟餐盒 他就很厲害 那麼多知識 我們一般的 平民百姓 又怎樣可以 做社創 有沒有提示 我就整理一下 Queenie的口水尾 其實Queenie就回答了 其實剛才Queenie的對答 裡面 他就說 那個強烈的感覺 強烈的啟發 其實很多次是一個 蛇創小提示的來源 舉個例子 剛才Queenie說 他說 為什麼 長者要這樣 為什麼 老年人的生活就是這樣 然後他就在想 第二個 為什麼 為什麼業界 那些人不去做 為什麼沒有人去做 於是 他問了那麼多 為什麼 其實他 很有火 於是他就自己 沒有人做 不如我 試一下去做 所以這個 如果大家 那個 社創的 就是 當你看到 社會問題 你覺得 三個字 不對勞 你覺得不對勞 其實這個 就已經是 你可以 變身 成為一個 不知不密合 的一個來源 所以就首先 好像Queenie那樣 有個強烈 那個啟發 有個感動位置 開始 你覺得這些東西不對勞 這個就已經是一個 很好的小提示 接著第二個 心態就是 我估計 就是 因為其實 變身做 遠餐盒 其實 我覺得是 一個很大的突破 由想法 其實行動 是一個很大的突破 因為Queenie 其實你見她說話 都很有名有農 是一個 professional 來的 但是變成 遠餐盒 要有很多 cross play 跟年輕人 打成一片 我想 很多時候 就是她那個 行動力量 願不放下 身段 因為如果 你說遠餐盒 很多時候 是高高在上 是拯救世界的 但實際上 其實你看看 Queenie提及了多多次 是同理心 是要走去 從對方的角度 去理解她的狀況 是很書磚降跪 去走入民間 去了解那個疾苦 所以第二個 我想這個貼紙就是 你願不願意有行動力 願不願意 說完 就去做 去試做 去現場 去把你的想法實施 我想這兩個小貼紙 希望可以在Queenie的 對答裡面 去整理到這個貼紙給大家 我自己 作為一個 主持人的身份 我也有個小貼紙給大家 這個三月八貨是甚麼呢 其實 你都現在 疫情之下 出現了很多 從來沒有出現過的 社會生產問題 出現的 所以我說 做社創一個小貼紙 當你發現到 原來有些 從來都沒有出現過的問題 從來都沒有人去回應的問題 大家就是那個契機 你可以變身的時候 現在三月八貨 因為問題出現三月八貨 就是 六月就有飛箱 但是三月放暑假 我相信 從來都沒有出現過的 我不是抽稅的 就是這個契機 令到有一幫人 對呀 突然間 三月放暑假 那家長 不是投堂 比如說我是爸爸 原本我放暑假之前 我就會找些興趣班給兒子 去消磨暑假的時間 大家沒有 停了那怎麼辦呢 好 陳校長 就是補習天地 就想到一個方法 就是 我這麼多老師 這麼多網絡 我可不可以成為一個三月 不是百貨公司 是有一百堂 有不同的主題 比如是 元宇宙 NFT 這個概念 可不可以放在那裏 給中小學生 甚至家長都有機會 在疫情關係 去不了街的時候 沒有遊學的時候 可不可以 給他們去享受一下 這些不同的課堂呢 於是 他就想完 好像我先說 做完出來 很快就有三月八博出現 那第二個 就說 是不是真的要 好像 遠餐俠 好像陳校長那麼厲害的人 才可以做到社會上升呢 又不是的 所以第二個例子 就是深深媽媽 她是一個媽媽 不過她是一個繪本的作者 她很懂得說故事 於是她就將她自己擁有的能力 說故事不如一樣 我就搞不了三月八博那麼多了 不如我搞早 五晚 我都講了一個故事 開一個YouTube channel 分享給小朋友 也是做到一個社會創新的 用她的力量去做到社會創新的 而 大機構 公司 海洋公園都是 她將她自己 那些小丑 那些技能 用Zoom的方法 去給小朋友 可以在暑假期間 學到魔術 好了 所以就說 其實我們 整個社會創新 好像 很闊 好像很深 但是 其實不是的 你想一下 我剛才的貼士就是 當你看到一些 從來沒有出現的問題 或者是一些 不對勁的地方 你覺得 我可以用我自己 想的想法 去為她做些事 做出來 試一下 用你的方法做出來 這個其實已經是社會創新了 好 開放了一點 買個廣告 下個月的活動 我又請到 一個很特別的人物 就是 Paschel 五桂梁先生 如果有朋友認識她 其實她是中大無言老師的始創人 她是一個很特別的身份 她會跟大家說 怎樣 邊打工的時候 邊做社會創新 邊創業 有興趣的時候 大家記住報名 如果大家 有興趣 繼續了解我們 整個新聞措施的活動 或者你想提早報名 說一次 你去跟我們同事 WhatsApp 或者Email的方法 留下你想報名的意向 那我就會聯絡你 看到 瑩光某就出現了 Polling 麻煩 大家去回答問題 才離開 我們這次活動時間 差不多到這裡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